这样子一个悲剧 他写了一篇叫做 孩子们 你们扫了爷爷的信 他说在最近的变态 凶手杀人事件当中呢 这些凶手的一致性 就是选择了幼稚园跟小学 相信在很多 想要报复社会不公 社会不平等的 这些想要报复的人的心中呢 去幼稚园 去小学杀人 成为一种时尚 因为在杀人的过程中 你将会遇到最少的抵抗 你将可以杀掉最多的人 你将会造成民间 最大的痛苦的恐慌 是最有效的 报复社会的手段 除了杨家以外 杨家是两年前杀的警察 因为他走在路上 骑着脚踏车 被警察痛殴一顿之后呢 想伸冤无处伸冤 要上访也没有办法上行 上访 所以他就干脆说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杀掉了很多警察 除了杨家之外 几乎所有的杀手 都挑选了向若哲下手 这个社会没有出口 压力无法宣泄 因此杀害 比你更加弱势的人呢 成为这些社会底层 人民的唯一出口 这个是韩寒 他写的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 当然造成很大的撼动 可是马上就被拿掉 我们再透过视讯连线 连线给北京的 在美国的八九名领袖 王丹 王丹 我请教你 你又是如何理解 你所认识的中国 跟现在的中国 怎么会发生 如此惨烈的 这样子一个悲剧 我想如果出现 一次两次这样的事件 那我们还可以 说它是个别现象的话 那么两个月出现六期 这已经完全是一个 群体现象 是一个社会现象了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 可以判断的 就是这证明 胡锦涛一上任 提出的所谓的和谐社会 到此在胡锦涛 温家宝这届内阁 快要下台的时候 彻底的破产 这个和谐社会 越办越不和谐 喊了这么多年 和谐社会 到现在开始出现 这样的事件 我要特别提醒的是 其实这几起凶杀事件 引发的社会反应 远远超过 社会已知道的程度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 好像还都是 社会开始加强警惕 学校都开始治安 实际上远不止此 比如说 江苏太兴那一次 事情出来之后 江苏太兴 几万人上街游行 当局封锁信息 我们外界完全不知道 可是有些网民 在网上就披露出来 包括学生都上街游行 那么我在想说 如果当局把这个 这个风潮给压下去了 比如说接下来几个月 也不再出这个事 也许这个社会慢慢淡忘了 但是如果接下来两个月 再出现三四期 这种凶途进幼儿园的话 这个社会可能要出大事情了 也就是说 我同意胡老师刚才讲的 今天这个中国的社会 已经进入一个 高度不确定的事态 任何一种可能这样的 这种政府想都想不到的 突发事件 都可能引起很大的风潮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看政府 看北京当局怎么对这样的事反应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反应 他就完全走回老路 第一个信息封锁 请问如果信息封锁 能够解决这些社会 治安问题的话 我们信息封锁了60年了 治安这些问题还会出现吗 很多网民就在网上说 说连说都不许说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指望他可以解决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又来了老一套 从1980年就用的老一套 叫做严打 国安部发了一个非常可笑的通知 说我们要打的犯罪分子 不敢对孩子下手 根本就是胡扯 第一你知道犯罪分子在哪吗 你还要打的犯罪分子不敢下手 从这几起事件 你都看得出来 都是想不到的 四十几岁弱势群体失业 跟政府有矛盾的这些人 难道从此要把所有这些弱势群体 都要痛打一顿吗 这根本就是很混账的这种决策 第二个什么叫做打的犯罪分子 不敢下手 人家连必死的决心都有了 这堆人一个个都 然后要不然自焚 要不然自杀 他还怕你打了 他不敢下手吗 其实你可以看到当局的这种 非常昏庸的这种反应 我可以断定 完全不可能阻止这样的事情 再发生 是是王大人请您等一下 我们再来好好谈一下 韩寒的这篇文章 以及所谓的韩寒现象 我刚刚谈到韩寒是一个 非常帅的一个中国年轻人 就真的是长得很帅 他会赛车 有叛逆性格 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典型 美光灯的一个焦点 可是这样子一个人 被时代杂志 列为百大具有影响力的人 竟敢挑战中国政权 这样子一个政策 我们来看说 这些杀人事件 他写了 这些杀人事件产生很大的原因 很简单 就是社会不公正 不公平 新闻被控制了 这些小孩子呢 身不逢时 不但是身不逢时 死更不逢时 死了之后 连新闻报都没报 在相关部门的认识里面呢 在这个喜庆的气氛当中 当然是讲说 上海在办事伯 这事当属杂音 只是一个小小的杂音 我们知道 泰州幼儿园杀人事件之中呢 受伤了32个 可是中国的政府跟医院都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死掉 他们完全不相信 因为没有照片 政府也拒绝 不同意家长去看这些受害的这些幼童 他讲到说很重要的是 他去搜索泰州 出现的新闻竟然说 泰州近日三喜临门 什么叫三喜临门呢 就是说他们要办了很多很多热热闹闹的这些活动 冤有头 所以在泰州这边就有一个顺口六 叫冤有头再有主 出门左转是政府 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呢 一个人冲进了幼稚园 砍了32个小孩 是不能上社会新闻的 32个小孩加起来 才超过100岁的小孩子 你们被砍了 这个连报纸上都不给你上 因为在几百公里外 召开了一个盛大的一个晚会 这个其实讲就是世博 然后呢 泰州呢要办国际旅游节 要办经贸洽谈会 要办华侨城的开业典礼 这个叫三喜临门 也许在那些爷爷们 也就是中共的大官这些眼中呢 你们是扫兴的 这篇文章上来之后呢 马上就被砍了 所以他为了表示抗议呢 就是说爷爷们 你们请尽兴 就做着这样子一个标 社长我再请教你 一个我们如果只谈韩寒这一个人 韩寒是一个很典型的 中国不管是少女或是师奶 会非常崇拜的这样子一个 非常有才气的一个年轻人 而这个年轻人敢跳出来 写这样的文章 当然还是被拿掉 可是它象征的是代表 中国社会在沸腾 在翻滚 而这些人都是重要的力量 其实中国这个社会 我最近遇到一些 不管在上海工作 或是在广州工作 或是在深圳工作的台湾 年轻 差不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 都辞掉在上海的工作 辞掉在深圳工作 他们在那里都是主管级 收入很丰富 可是他们都是一句话 那个地方不能住人 不是人住的地方 这是台湾小朋友 他们就都回台湾了 就回台湾 那我从他们那边 所得到的讯息 其实就是一个危机社会 一个充满不安定社会 这一点我同意 董教授刚刚提到 不过我是觉得 不能完全排除了 就是说因为这种 在精神发作上 能够看到小孩子 杀得下手的人 精神状态恐怕是应该 可是我们因为这个系统 他不跟我们谈道理的 他不跟我们做精神鉴定的 他们不去做这些事情 那我刚刚是要补充的是说 就我所知 中国很多的这个 应该去照顾精神卫生 精神的病院 关的人都没有精神病 他都关一些维权人士 把维权人士当精神病 去喂药 去搞这一套 那你这个整个系统里头 你的精神卫生 负责帮你卫生 卫生系统 公共卫生系统 当然失灵 就是真正有问题的人 应该要照顾的人 你不照顾 然后你每天把这个 这些人拉进来 把人家喂这些药 没有问题的人 所以政治派 也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 今天走到目前 这种专业主义 其实已经 已经成熟了 没错没错 那破诡的结果 你就看到说 到处应该照顾的 你说点机关都都有 可是办法通通有 机关通通有 通通没办法 就是说等个失灵 那你这些如果这些 看管的都没有看管住 你今天老实讲 他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也不晓得怎么办 他现在 因为就是他做法治病 就是你把整个系统 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当这些系统 来的时候 我相信 我刚刚的意思是说 我相信可能 精神卫生状态是 比如说精神分裂 这些情况是 可是你根本就没有能力 去争知你有这个地雷 然后再加上 刚刚讲这种 刚刚胡教授所谈到的 王丹所谈到 这社会挤压的这个 就不公平 就变成我们称为 办法通